台九线176公里北上花莲新泉路段 发生了重大的车祸事故 一台轿车一次超车失速打滑 整台车失控致撞路数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 整台车几乎是被撞成了废铁 警销人员出动破坏器材 把车内五个人救出 不过其中三个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另外两个人则是分别受轻重伤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理清 一辆黑色轿车呼啸而过 沿路水花四件 这时车子突然一个时空打滑 整辆车打水飘旋转180度 从内侧飞到最外侧狠狠撞上路数 车子撞到残破不堪 成了一团废铁卡在树中央 车里的人被困住 伤势相当严重 大批警销人员跟时间赛跑 经济出动破坏工具要尽快救出他们 车祸发生在19号早上10点多 当时来自花莲27岁带新驾驶 载着女友和另一对情侣 以及一名朋友总共五人一同北上要去宜兰玩 经过台九线176公里处 北上花莲路段时为了要超越杀石车 却疑似因为路面湿滑加车速度过快 结果打滑失控 整辆车往车道外滑行撞上第一颗路数 长长一根树枝直直插进车内 挡风玻璃碎裂 车子卡在路数跟湖南中间 因为卡在树与树之间 那现场卡得比较深 所以我们动员了特殊大队破坏机载车 驾驶当时就被甩飞车外受了点轻伤 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 左后方的朋友又大腿骨折 而旁边副驾驶座的女友 和座后面的情侣党三人则是伤重死亡 原本开心出游 却没想到因为贪快酿成三死两伤的悲剧 害得知爱和好友跟大家天人永隔 这个痛与教训恐怕驾驶一辈子也忘不了 记者刘明胜徐里请张佩颖花莲层报道